石门区副基里里长今年虽然是同额竞选 但是获得了全区最高票里长的殊荣 27号就邀请到书法民师好友 为自己写下明谢四票的红纸 要到里内张贴感谢选民四票 另外里长也邀请好友 为了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写春联 要让林林索取 大选结束从市长市议员到里长当选者 都趁着选举完赶紧向乡亲来卸票 石门区副基里长虽然是同额竞选 获得全区最高票的里长殊荣 邀请到好友书法民师 来为自己写下明谢次票的红纸 到里内来张贴 不仅如此也要为了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写春联 准备要在农历年前让李明来索取 周大师以前很久的好朋友 几年前的好朋友 因为他有帮一些政府高级的长官写一些书 包括大的字好像是龙 他大字都有能力来为大家服务 老师他也有时间会来帮我这个忙 因为这个是每个人过年里面的需要 因为我跟里长认识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为民服务做得非常好 在地方很受欢迎 大家都说他好人 所以说我喜欢跟他做朋友 一句几百份吧 一句送给我们里里面的住户 里长准备了近三百份的春联纸 要让书法民师来书写 预计将会在明年国立一月时发放 原来是因为石门屈民 每年都有出旧步行的需求 不过往年核电厂都会发送 近年来变成民众需要自行前往电厂来索取 对于距离电厂较远的邻里是相当不方便 为此现场欣赏大师辉豪的民众也 大赞里长真的是好贴心 李明表示里长每个月都会办理大小活动 还有共餐吃饭 如今体恤里面不变 在当选后没几天马不停蹄地继续为民服务 鸣谢次票的墨水还没干 就想着替李明争取新年需要的春联 让民众不需要再跑到电厂去登记领取 只要就近向里长说去就可以 记者廖平函十日门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